乾隆皇帝心里这个乐意 我瞎编这么梦 你也不是把我揉出去多远 这个玉帝 你怎么说我梦远去了 我梦到哪去了 万岁 您这一梦啊 梦到我们山东老家去了 此话怎讲啊 万岁 西山猛虎 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 西山有一只猛虎 你把它比做什么 万岁 您忘了 当初大国舅贵太 曾经在海淀西山 当过巡职之兵 所以您梦中西山有一只猛虎 那就是说您的大国舅 山东巡抚贵太 哦 那么东山这群绵羊呢 万岁爷 东山就是山东 绵羊就是百姓 这是说我们山东的老百姓 有计较的 就是说有公民的人 当然了 公民有大有小 举人和秀才不一样 所以呢 鸡叫有大小 公民有大小 没有鸡叫的 那就是说没有公民的人 普通老百姓 不依平民 丢于地 照你这么说 虎入羊群 又吃又咬 什么意思 万岁呀 这个恐怕是说 您这位大国舅贵太 残害山东的老百姓 民不聊生 刘于帝呀 贵太残害山东百姓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说你回山东老家了吗 万岁 没有您的旨意 我不敢回去 不敢擅自出京 我没回家 那么贵太进北京了吗 万岁 没有您的旨意 国舅也不敢进京 他也没来 招 你没回山东老家 贵太也没进北京 那么贵太残害山东的老百姓 你怎么知道的 万岁 您糊涂 我这是依照您的梦向而断 我这是按照梦来解 您这个梦真的还是假的 切实不切实 恐怕还要印在最后这一项上面 最后这一项 最后这一项是什么 万岁爷 这是您做的梦 我做的 我刚才说什么呢 万岁爷 您说有一道长江 对 对 长江 对 长江无底 对吧 我是这么说的吧 对 万岁爷 您问谁呢 对呀 长江无底 什么意思 哎呀 万岁呀 这长江无底 是一个人名 这件事真的还是假的 就印在这长江无底上面 谁呀 万岁 您让我说 担讲无防 万岁爷 您想 长江 这江就是河呀 对对对 江河湖海 刘玉帝 有道理 有道理 江就是河 无底 就是身呢 万岁爷 身不见底 所以这长江无底 就印在这个人的身上 哦 乾隆皇帝心说 刘庸啊 刘庸 你可真能说呀 你比那算卦的会说多了 那算卦的顶多兄弟三人 孤独一只 来回孤独呗 你这太能编了 你这太能编了 我这瞎编这么梦 你都能说出这么一大套词来 我真做这么个梦也倒罢了 好嘛 你还把和珅都解释出来了 你是瞧见我这挂着天资宝剑的 你不直说呀 刘玉帝 你说这长江无底 指的是和珅吗 不不不 万岁 我说的是九门提督 九门提督就是和珅 和珅就是九门提督 臣谢万岁 刘玉帝 你谢什么恩呢 万岁 我替我的学生谢恩呢 您让我的学生接着还做九门提督吗 我什么时候说的 您刚说的 您说了九门提督就是和珅 和珅就是九门提督 您不是让和珅接着做九门提督吗 所以我替我的学生谢恩 唉 别有用了 我就是这么一说 如今和珅已经被绑到五朝门外 五十三刻就要开刀问斩了 他要死了 还怎么做这九门提督 他要还想做这九门提督 难道说 朕我还要说了和珅吗 陈灵旨 对 刘玉帝 我没传旨 您刚才传了旨的 您说您要赦免和珅 我多段说了 您刚说的 我就是那么一说 打个比方 万贼爷您是天子 出口就是旨意 您不能说了不算 您要今天说了不算 往后说了都不算 算算算算 都算 今天这话就算 好万贼爷心说 我一当皇上的说话不算还成 算 说了说了 万贼爷 您设了谁了 和珅呢 臣领旨 好嘛 落实了 万贼爷 您要真设了和珅 您赏一道旨意啊 乾隆皇帝是个气 千房贝万房贝 我还是落在他的圈套里 得了 旧坤旧下 本来啊 乾隆皇帝也舍不得杀和珅 借着刘庸这么劲儿 就下台 得了 拿起笔来 刷刷点点 写了道旨意 刘玉帝 你去传旨 设回和珅 臣孙旨 刘庸高兴 捧着这设旨 得意洋洋出武朝门 高声含嚷文武官员 跪听宣读 旨意一下 当官的 这个气 我们这么些人上殿去求情去 连话都不敢说 你这么一去就把旨意都讨下来了 当官的没办法 呼拉跪倒一片 刘庸 宣读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和珅 殴打皇亲 慕无君王 李英问斩 面带刘庸 苦苦求情 将和珅赦免 官赴原职 戴罪立功 亲子 这些当官跪在地上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不成 咱们得找万子爷平平理解 太偏心眼了 怎么我们上殿连话都不让说 刘庸去了 难道您就把天子宝剑摘了吗 大家伙一伤了 走走走走 找万子爷 文武官员上金殿见皇上 纪小兰出班跪倒 万岁 我们刚才这么多人上殿求情 您挂出天子宝剑来 不让我们说话 难道说刘庸来了 您就把天子宝剑摘了吗 这是什么道理 乾隆皇帝一乐 你们呢 不会解梦 啊 解梦 是啊 这些官员听了个一头雾水 也不敢深问 刘庸在五朝门外传摄旨 摄了和珅 早有当差的过来给和珅松绑 和珅下了奥龙庄绝护台 来到刘庸的面前 深思一礼 哎呀 老师 多谢您救我一命 和珅的 像你们这样的人 将来再犯了事 我都懒得救你 就得让你们死 哎 老师 您 这什么话 我这会给您道谢呢 什么叫救你一命 哎 老师 我一个人就就一条命 您把我当成铲嘴的包 我没有九条命 我就一条命 行 和珅 咱们算个账 今儿早上咱们你们俩打赌 你输了没有 我输了 我输了 您不是不要人头了吗 是我不要 这不是饶着你一条命 是一条命 是一条命 你还输了你的九文奇都的观音 有没有 有 做官的丢了观音 不跟丢了命一样 是不是又一条命 是是是 老师 您说的是 又一条命 万字爷把你绑上要杀 这么些人求情 都没求下来 是我刘庸上金殿 赶转曲折 宽管怎么说 把这人情给你求下来 是不是又是一条人命 今天你就欠我三条人命了 和珅 你打算怎么着 老师 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认 老师 您 您缺多少钱 我给 您说吧 多少银子 我给 要不然我再陪您把紧照 最近这车市有点火爆 我给您买点小排量 多买几辆 您说吧 您缺什么 我给您 嘿 和珅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老师 我以前 静男女 老额女 那是我呀 爱你呀 我爱起你这个人才 磨练磨练 你多少也读点书 你还不知道 天将将大任 与私人也 我这是磨练 磨练 你别以为我参财 我不稀罕你的破教 那老师 您说 往后 但有吩咐 和珅 在此不辞 和珅 有你这句话 就成 如果今天老师 我遇着点为难招宅的事 你怎么办 老师 您告诉我 我帮您呢 行 和珅 今儿我上朝的时候 有人拦教喊冤 交给我一张壮旨 老师 我岁数大 眼神不好 我也瞧不清楚 上面写的什么 我呀 就想找个年轻的 眼神好的 给我瞧瞧 看看这张壮旨上 都写的什么 让我明白明白就行 嗨 老师 您就为这事 您交给我呀 我两眼一点五 清楚 看不明白 您交给我 我给您看 刘勇从怀里 可就把左连城 这张壮旨掏出来 递给和珅 和珅 接过来一瞧 哟 这是靠山东巡抚贵太的 老师啊 您有这张壮旨 您怎么不早拿出来 您早拿出来 何至于让贵胜告我一下 我有这张壮旨 我先告贵胜 我说他们哥俩 欺君误国 这回我打了他 不算四大兜 我这算 为国出奸 为民出害了 老师 有这张壮旨 您怎么不早拿出来 您说您真是 嗨 和珅呢 我这不是岁数大了 事多久了 忘了 现在才想起来 你瞧瞧 调清楚这壮旨上 写什么呢 我都调清楚了 哎 邓志老师 您呢 您把这张壮旨 云给我折了 我上殿 回头万子爷说 我自打斗 我不承认 有这张壮旨就好办了 这我是为您出奸 为国出害 万子爷不仅不责怪我 还得夸我 这叫大义灭亲 您把这张壮旨 云给我 云给我 行不行 哎 谁让你是我学生 有点什么好事 这当师傅 当老师的 都得让你 得了 你要 你拿着 刘庸好像还挺当面 老大不乐意的 把这张壮旨给了和珅 和珅兴高采烈 揣在怀里 老师 上殿交纸去 刘庸带着和珅上金殿 交纸 和珅跪倒在地 谢万岁不斩之恩 和珅呢 不是孤王我不斩 是你老师 苦苦求情啊 你还不谢谢你的老师 万岁 在五朝门外 我就谢过恩了 和珅打 从今往后 再不许撕打斗殴 你那嘴里面 给我放干净点 别乱骂人 回府去吧 万岁 今天我打了贵胜 是我的不对 不过万岁 我是事出有因 我是一时之分 所以才打了贵胜 有什么原因 你说说 万岁 今天上早朝的时候 我刚离开我的九门提督府 有人拦住我的轿子 拦叫喊冤 递给我一张壮纸 我一瞧这壮纸上写的太厉害了 这事都太惨了 告的是山东巡护 打不就贵胎 而且说了 这贵胎和贵胜内外勾结 祸国殃民 所以我来到朝中一看 这个贵胜趾高气扬 我这气不打一出来 这才拿马凳打了他 万岁 您念在我 忧国忧民一片忠心 乾崇皇帝一听 告贵胎 壮旨何在 万岁 壮旨在此 河山从怀里面 把就左连城这张壮纸 拿出来往上一成 内侍臣接过来 递到龙书岸上 乾隆皇帝展开这个壮纸 一瞧 据冤壮人左连城年12岁 系山东东昌所恩县 西巴黎索家庄人士 为封疆大利 苦害黎民 网杀致生 擅作威福 恳起带走 茶丘事 啪啪啪啪 从头到尾 一个字不辣 乾隆皇帝 仔仔细细 认认真真的 把这张壮纸 读了一遍 看完这张壮纸 乾隆皇帝 勃然大怒 把壮纸往这龙书岸上 一拍 大胆的贵态 竟敢如此 祸国殃民呢 这还了得 刘玉帝 你拿去看来 内侍臣 把这张壮纸 递给刘庸 刘庸心说 甭看了 我头一个瞧的 当着万岁爷的面 想不想样 还得看一遍 哎呀万岁 您这个梦 梦得太真切了 臣我解的太准了吧 啊 是 是 你解的准 乾隆皇帝 只能装糊涂了 这时候不能说 我瞎编的梦 哎呀 万岁 看起来山东百姓 确实冤枉 脱梦都脱到您这儿去了 万岁爷 您可得给山东的父老乡亲做主啊 刘玉帝 你看这张壮纸上说的是真是假呀 万岁呀 不管是真是假 您都派朝中一位大员去山东查看查看吧 查看一番才能知道啊 嗯 有理 何申呢 既然你接了壮纸 本来应该派你先去 可是你能力有限 我怕你犯不好 这个案子 这样吧 刘玉帝 朕 我派你到山东查办贵太一案 何申呢 你帮着你老师 一路上多跟你老师学学本领 你们两个一起下山东查办这个案子 何申 只能贵倒在地 臣 孙侄 刘庸脉不向前贵倒在地 可没说孙侄 万岁 您派臣到山东去查案子 臣 万此 不敢辞 可是万岁 臣唯有三件大事 请求万岁爷恩准 龙翼天才 刘庸 有什么事 你只管讲 能准的 我一定准 万岁 我这三件大事 头一件 请万岁爷拨给我三十万万弹缩子米 十库金银 啊 刘用 刘玉帝 你要三十万万弹缩子米 十库金银 你了了我半个北京城去 你要这么些钱 这么些粮食干什么 哦 你带着三十万万弹缩子米 十库金银回到山东 你想跟我玩失踪 你就不回来了 啊 有这么些粮食 这么些钱 你在山东都能造个山寨版的乾隆 你打算造版呢 这怎么着 说 要这么些钱干什么 万岁 何出此言 我要这些钱 这些粮食干什么用 万岁啊 状纸上写得清楚 山东六年荒汉 寸草不生 颗粒无收 如今山东百姓恐怕 饿瓢遍野 无衣无食啊 这三十万万弹缩子米 未必够啊 我到了山东 头一件事情 替万岁爷 押民放粮 镇寄灾民 我把万岁爷 您的恩德布施下去 让山东的老百姓 感受到您天子与路之恩的 我要这些粮食 这些钱干什么事 我弄什么山寨版呢 这都是什么话 万岁爷 您这哪儿学的词 万岁爷 您放心吧 到了山东 如果山东的百姓 风衣足食 衣食无忧 您放心 这三十万万弹缩子米 石库金银 一样不少 陈我给您带回北京 好 刘庸啊 这件事我准了 乾隆皇帝能不高兴 刘庸到山东 头一件事情 想着替他 去镇寄灾民 让老百姓感受 他这个皇帝的语录之恩 当皇上的能不高兴 我来说